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张绍华又爆出怎样惊人的幕后故事 这个我试过 真的 拍1942的时候 也试过 乐观洒脱的活力老太张绍华对待情感竟然别有一番见解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没有现在这么开放 要像现在这么开放的话 我不会就搞一个吧 从影多年 张绍华有何遗憾 张老师 你真的就没演过 我都不 怎么 我这辈子敢不上 制作单位独家探访张绍华的真实生活状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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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哪儿 我离这儿不远 白点看 张绍华 苏妍 林申 做客超级访问 必将幸福尽行到底 我离这儿不远 白点看 我们要再调调一下我们的播出时间 每周一在山东卫视晚上十点 反正大家就差不多9点59分 把电视打开 过过五分钟左右就可以播放了 不要在网上看这个节目 因为没有收视率会扣导演奖金的 没有 网上可以看重播 首播要看我们的山东卫视 每周一晚上十点 我们再次欢迎大家 谢谢 欢迎各位 好开心 对对对对 那说到这个2013年呢 我们的山东卫视会播出很多的 大的电视剧 对 这电视剧呢 很多呢都是 除了像我们隋唐演艺这种打的 还有很多都是讲家庭温情的 我就爱看家庭温情的 对 比如说像我们马上播的 我的左手右手 其实是有含义的 在你来 对你来说 你的左手是什么 右手是什么 我的左手是我的爸爸妈妈 嗯 右手是我的老公孩子 嗯 没你什么事 我 压根就不想进入你人家什么事 你呢 对我来说 左手是我的事业 右手是金钱 我两个手都要抓 什么价值观啊 什么都不能放下 别这样的 2013年你一定要嫁出去哦 对对对对 今天呢 我们会请到 刚才是我的左手右手的几位主演 来跟我们大家聊聊天 首先出场的是谁呢 俊男美女 男孩非常帅 女孩叫大美妞 哎呀 一定有收视力 俊男美女 美女 下面准备好掌声了吗 欢迎我的左手右手的主创人员 掌声有请 有请影视圈最潮老太张绍华 最具雅体气质实战 名声 欢迎我的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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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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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两个人都拿着杯子呀 他们两个是平时除了拍戏就开出租的 哈哈哈哈 一人一辈的 对 主要是为了环保 你要使他们那矿泉手 平儿浪费 自个儿带这杯子 好 挺好 那你带杯子 那你一个男人为什么要hello kitty呢 对 你说 换说 不是 这个是别人的 我就帮他拿一下 别人 他是帮他们拿的 对 帮他们 帮他们 我们还有两位嘉宾吧 还有两位 还有两位嘉宾 帮他们拿的 那嘉宾他为什么不能拿 一定要他拿呢 对 那两位他们关系比较好 我临上台之前也问了他这个问题 但是一下门就开了 我就进来了 就进来了 刚才有大美妞小帅多出来了 接下来这两位 又会是谁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 有请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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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打个招呼 我跟我的孩子问候大家 给你拿个杯子 我拿到 刚说的 几个月了呀 快七个月了 张老师特别逗 苏妍出来 先听一下 听完了以后 您到底听出什么来了 您到底听出什么来 他肚子里 有一个健康的宝 他一听好 让我来看一下 您这个逼跳耳朵 没有 好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在节目播出的同时 每五分钟呢 我们将一轮开评 送大奖的活动 抽到我们这个活动呢 只要你持续锁定我们 并拍下电视屏幕上的画面 关注超级访问的微博 并发送 爱着我们的超级访问 同时爱的山东卫视 而且爱着你的三位好朋友呢 就有机会得到 由乐风网提供的精美礼物 以及超级访问我们的新书混搭 上面有我跟大家的亲笔签名 爱我们的书呢 快送快送 对 我们今天准备了几本都签好的 有送给 这给林森弟弟 写林森的 谢谢 这给我们的 张绍华大美妞 一段写大美妞在这儿 好了吗 别着急啊 里面写的什么 送罗嘉良苏妍 抗力 但我要加一句 对对对 婚姻美满 那个宝宝健康 这段讲 好 欢迎走到我们的 超级宝贝 谢谢 大家请坐 年轻时 她是著名的平剧演员 上了年纪后 她又在荧幕上 塑造了众多小人物形象 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代表作用 常回家看看 铁梨花 我的丑娘 六块六毛六等 你逞天扫马路 扫出富贵 还是扫出见识了 五没三到四六不懂 我要是你 冲着条 疙瘩 撞死得了 一部电影《长恨歌》 让她风靡内地港台 在香港吉祥奖上 风光无限 提名最佳女配角 并收获实力派 女演员的雅浩 代表作用完美结局 穿西剿匪计等 如果周家少爷 坚持要玩的话 就算你们拿枪 顶在我脑袋上 我这把飞刀 还得照样拴出去 新一代实力小生 听作品冯奇的忏悔 获得第三十四届 国际爱美奖 最佳男演员提名 作品有 给你生命给我爱 媳妇的美好时代等 你看 我就知道你梦我了 我发誓 我发誓 好吧 我发誓 我跟龙紧端 好吧 我发誓 真跟他端了 真的 2013年张绍华 苏妍 林申三人 强强联手 共同出演了 由刘一志导演的 年度情感大戏 我的左手右手 他们将寻找亲情 拥抱亲情的主旨 进行到底 我说切身的 你说什么 这世上 真有轮回吗 妈 你谁干的 我 恭喜你 是个双胞胎 是双胞胎 但你怎么直接告诉我 要让我 去找我的亲爱 和乱生妹 小左小右 你们得给妈 好好的活着 妈就是大海楼 也得把你们俩给找回 我的左手右手 然后一般超级访问 开始都欢欢乐乐的 看完这天花 好纠结 天花都能把人剪得掉眼泪 还挺厉害的 真的好 这戏里面所有好看的 刚才你全看了 没够多少集 拍的时候是20多集 可能剪除了30多集 是吧 那不就少结实集的账吗 还没提 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好虐 各种纠结 各种难受 这虐吧 是新词 虐心 虐心 厉害啊 当然 新词我全接受 但是 用到我这个角色 说虐 还不太准确 应该说是痛 我觉得刚才你们看一片头 我注意观察了他和这双眼皮 我是变双眼皮以后眼睛水汪汪 你烦不烦啊 您刚才说到 就是说 现在什么新名词都知道 听说您 我们现在玩什么 您跟得很 与时俱进 跟得很近 就是 微信啊微博啊 买了你们个底谜啊使的那叫 苹果4 那叫iPhone iPhone iPhone是iPhone 反正是 我要说苹果4 比较重要 没有 你说苹果4呢 接受 要说iPhone 你就要说4 iPhon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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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在学吧 当个公伙 外语非难学 他外语一口好外语 谁 林申 人家在国外留学那么多年呢 他是海龟 林申 这词对吗 原来是海龟啊 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活力四射的人 就是刚才您说到什么 用手机 然后剧组的同事爆料说 江老师玩微信 玩微博 微信啊 有啊明天你加我 加我 你带手机了吗 这必须的 我今天带着手机还有一个意思 跟他们顺男靓女 做好一回节目 对 都没合我影 发微博 我就拿着这个位了 我也追清楚 好好 来来来发微博 您这样的 您这样是拍吗 当然 你看 先看这个 等一下我先看看您用的软件 等着哪去了 这儿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不是相机吗 好 一点 我跟你说您这 一点 这还开了吗 对对对 这边是拍 大家伙 对对对 一轮这个 拍咱三 对 哎呀 快点帅哥 帅哥进画面 哎呦 一二三 再保一条 您再高一点 写瘦 来来来来来 一起一起 来 再你来 再你来 来 来 你这放得着吗 有空 一按 来 给镜头看一下 来 来 拿一下 好吗 哎 微信呢 微信这儿呢 微信 看到 这不是 这儿微信 这儿微信吧 有吧 这边找个人说两句 说两句 半点啊 这是 左手右手 那个制片主任 我点开他 这不是语音吗 按住说话 有点 林导 你好 我现在在哪呢 我在超级访问 跟戴军礼定 还有帅哥 林申 还有我闺女 苏妍 在做节目 来来来 听一下 听一下 听拿 林导 你好 我现在在哪呢 我在超级访问 跟戴军礼定 还有帅哥 林申 你跟说评书的一样 我 天呐 那个领导不知道 还以为刘兰芳老师 给他打电话 那你们下回开一段 也要说评书 我来说一段 也听下回分子 全力 厉害吗 跟我妈说 我妈六十多 我妈 你要不要 我跟你弄个微信 我妈说不用 我很有微信 我问一下 苏妍跟林申 你们俩是第一次合作吗 对 你生活中爱说话吗 爱啊 那你怎么上节目 看你上好多节目 都不爱说话 也是啊 特别慢热是吧 有一点 那你先蹦个低 就好再热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放松的方法 我还是说话 你看 你看你还是放不开 我能 我能 张老师要蹦低吗 还是就能蹦 花 Flash 好好嘆 HD 对 他 拍开 是我 试授 Eddie 我 刻 Dans 他 我在 狼狼狼狼狼 他 你好 我是 太厉害了 我是 mu 我觉得真的 你羡慕吗 我妈最后一学 来 学一个 你得在前头走 走路总会吧 往前走 我这样走 真容易走成胜负 紧张什么呀 走 好 OK 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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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烏 好 好 快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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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你不喝吧 傻味了 这什么呀 甜 太油了 像麻痴的 真喝不了这味 你们怎么就能上瘾呢 实际说 上至自己太好 下至草民都爱喝这口 有好处 要营养的挨毒 虽然要试一下 好吃吧 他要试一下 好吃吗 你看你老人在那儿就北京人了 他就是 来来来 再去 歪豆花你来 雷劲 雷劲 歪豆花 我 我来吧 我这什么你知道吗 你这什么 谢花谢佛 姐 我给你买了一老坑翡翠 真好呀 张老师 我记得上次来敲击访问 然后我们还拍过您做那个修士炒鸡蛋 我会的多只呢 你就哪天你上我们家 我给你炒北京的家常菜 你想吃什么吧 好 羊菜的上台面的都不行 就上席的都不行 就是在家里头 就是怎么爱吃怎么做 明白吧 如今 虽然张绍华已经成为银皮上被观众喜爱的知名演员 挺好的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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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拿手机叫您呢 能 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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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去哪儿住啊 我离这儿不远 买点菜 就上去哪儿 人家给你照相 好了吗 好 谢谢阿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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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菜 摸摸手 谢谢 吃火中的张绍华老师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两件事就是买菜和做饭了 进入菜市场张绍华老师便轻车熟路的引领我们往里走 一看就是这儿的老顾客了 韭菜多钱一斤 那一斤 那一斤 不要那么多炒吃不了就 你再摘一下 谢谢 您好 您好 真的喜欢你眼睛 是吗 真的 谢谢 谢谢 我也听不着像您说话 是吧 就要就喜欢您了 是吧 谢谢 真是 继续喜欢 继续喜欢 太烦了 那下后 张绍华老师便直奔着小米柜台去了 小伙围 给她一镜头 给她一镜头 我老在她这买小米 是为我那个小鸟乐园 我那窗台养了好些麻器 给我腰 让她给你一镜头 让你上电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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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那小鸟挺重要 你养活好些年了 我这哥这里 到了在车期了 马上菜后 张绍华老师便像往常一样 骑车回家 走 过马路吧 过马路吧 走人间坑道 不许违反交通规则 张老师的家坐落在南城的一处老房子内 迄今为止她已经在这儿生活了将近三十年 张老师对于这座老房子的感情异常深刻 而每天的爬楼梯也成为她锻炼身体的好时刻 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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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一切能上 你现在得卸一切 这就是我的家 你看我门口贴得多热闹 真热闹 每年都换 鼠帘换鼠帘的 觉得你特热 是我喜欢 年换一烫 年俗的东西 什么帘换什么的 今年是鼠帘 来 请你 回到家后 张老师在简单的休息过后 便为我们介绍其他的张氏家常菜 别看只是西红柿炒鸡蛋和拍黄瓜两道菜 但这里边的学问可是相当大呀 这炒西红柿必须得搁点姜丝提味 要没有姜吧 不好吃 这个 待会这个 这不是有一鸡蛋西红柿吗 再弄点双口的拍黄瓜 我先把这姜丝提了 不能搁太多 搁太多 什么调料都是适可儿子 北京人做家常菜 我不能说算最好 我还行吧 还行 一旦炒鲜红柿 先切出来 什么叫会生活 我觉得我会生活 做饭 洗衣裳 拍戏 跟孙子玩 这都是生活的乐趣 年轻人一定要注意 哎呦我天哪 不是我看 这是一个沟通了 两口子沟通了 你看为什么拍呢 北京人讲拍 他到时候腌的时候入味 中点给一道 有点芝麻酱 看看 我干你干黄瓜好几种 这是其中一种 有点老陈醋 有点老陈醋 醋是好东西 软化血管的 而且调味儿 自个做第一是乐趣 第二做的好吃 更重要的一点 人还要自立 老了别以老卖老 还得应该能干的尽量干 这样子 对身体也好 对你心情也好 对家庭的和谐都有好处 像我孙女儿吧就说了 奶奶做饭对我口味儿 这一说呀 我心里没得就缝皮了 不多久的时间 两道新鲜未美的张氏家常菜 就做好了 这要是就米饭去 不好吃 还是得黄瓜 换黄瓜新鲜 这俩菜我觉得够了 营养也有了 清淡 有时这黄瓜不能炒熟吃 我觉得炒熟吃 没有怎么剩的吃爽口 还有营养 说到我的左手右手 那张老师您的左右手是 我觉得我 左手是儿孙 右手是健康 有了儿孙 你那叫美啊幸福 是吧 这是左手 再有健康 那就太好了 老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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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在想问这事 对 老伴呢 老伴少儿孙 我跟你说这事是真的 拜君理解的正确 正确 这是多少年前的呀 这三十多岁的伙伴 现在他要是这样出去 你还得追一个连呗 比如如果人家说你老伴看着你 比你年轻你生气吗 不生气可高兴了 他越年轻越好 为家里多做贡献 能做什么贡献呢 后勤呢 后勤工作 帮着我接我的孙女上学下学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 我觉得您的性格啊 就年轻的时候肯定特别张男的喜欢 就那种啊 就开朗乐观 是不是您老伴特别喜欢您啊 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没有现在这么开放 要像现在这么开放的话 我不会就搞一个吧 您就是就谈了一个啊 就成功了 就一个我们那边你要搞俩的 就得是生活作风败坏 就得给你对付一会呗 是吧 你别老问我呀 你谈过几个呀 就是几个 几个 反正我08年认识凌生 到现在就这么一个 现在还是那个 我弟得跟我学习 从一而中 是吧 我们在人群店里吃火锅那个 对对对 就那种嘛 你干嘛要咬后槽牙 我觉得你别欺负凌生 他多内向啊 没有没有没有 这真的是他 他其实一个挺认真的人 那想问一下苏妍了 就是你的左右手你怎么分 嗯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老公和我的孩子 真好就回答 我能问一下你是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已经怀孕了还是 没有 他是受我的启发 拍完戏以后我跟他说 女人这几年特别重要 你过了这时候 事业要有 女人一定要做母亲 你就不是白胡 我说你要抓紧 真 哎呦我这回一碰见他 我特别高兴 是吗 是吧 罗嘉良高兴吗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嗯高兴 哎我采访他们俩 那期我特受刺激 太相爱了 那天我也在 我看过三次 不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这个短信肯定吧 打电话 打电话都有短信多 对啊 差不多吧 短信能发多少条每天 很多的 有很多的 谁发的 都有 比如说起来啊 或者是我们去化妆了 我去化妆了 我出发了 就发一条 对 中午吃饭 吃饭了 也肯定会发 如果有时间就通电话 我上厕所了 我刚上完 又上一次 有 回去环境 我先洗一下吧 我先洗洗隆隆 我觉得我们是真的 我们发起内心就是 告诉对方 对方我正在做什么 那短信会写我爱你吗 想你 就是比较肉麻的会写吗 多的是 老公我真的想到 下辈子 下辈子 再下辈子 我都会讲给你 他好勇敢 所以我们希望你们 相爱到永远 希望你们小贝贝早日出现 你们俩现在还是那个温度吗 好像还是 那有了孩子以后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就是他有哪些改变 你是说 罗嘉良 首先我觉得他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推掉了 他一直在陪着我 我的天哪 一直陪着我 跟我出去散步啊 然后我们就一起看看这方面的书啊 天天陪着 因为他觉得他就很想看到我每一步是怎样的 肚子是怎样一点点大起来的 然后他也看了很多书 他也会很担心 他老婆在这个阶段当中 会不会有什么抑郁 或者是不良情绪 或者是怎样 我觉得他就一直在观察我 呃 然后他就 他就觉得好像他人生当中 他很想让他这个过程是一点点看到我的变化 等待跟他孩子见面的整个过程 他都是在的 所以我觉得这点 他 怎么那么甜蜜 12月12号 刷点 三周年 你看他在他老公面前就像一个小孩似的 对 而且现在我觉得很少男的可以这样的 对 他愿意见证你的那种成长 每一天的 他就是真的是 每一天你们俩都在一起 嗯 做饭吗 他还行吧 他某一方面 他帮我煲煲汤啊 嗯 然后 那个就他能做的 他也愿意为我做 嗯 但是 其实我整个怀孕过程当中 我 没有一点都没有 我什么都干 太好 然后把我家里 我觉得我需要打扫的 需要整理的东西 我全都清理一遍 然后 就没停过 我没有像别人一样 要仰着躺着 然后特觉得自己现在动不了 我得需要别人服务 没有 一点都没有 特别破烂 那他一直躺着是吗 哈哈哈哈 因为你看他也不干活 对啊 他要见证他 他只是在沙发看着他 见证他 对吗 其实他能陪着我 我都已经觉得挺不容易了 等到你肚子大到的那一天 你完全系不了鞋带了 他要蹲起来给你系鞋带 对吗 会的 他现在有的时候也就 我一身脚 我老公就帮我脱鞋 那段最幸福 你这样吗 我是特别离谱 我怀孕都 因为我太想吃了 就是这个 然后到了后来 就抽筋缺钙 抽筋 每天晚上就抽筋 一抽筋 我就说 斑腿 这样我们老公就给 打到最后会一般 这样我们来做一个考核 看这个准妈妈将来她的育儿经验 或者育儿知识够不够 很简单 来我们上一张道具 就测试一下 2009年12月12日 罗嘉良在北京迎娶苏妍 婚后小两口把生活经营的有滋有味 两人都十分喜欢小朋友 结婚三年后的今日 两人依旧恩爱如初 并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对于苏妍她是否做好了即将如生为妈妈的一切功课呢 我们今天就通过给玩偶宝宝换尿不湿的测验一探究竟 这样的江老师先来好吗 没有 林生先来吧 不是 江老师先来 你们俩不准看啊 真要不吃 对于您的智商没问题 我小时用的开单裤我给你们看 实际上这个我使过 真的 还1942的时候没点上厕所 我大尿裤也使过 这个应该是 它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必须得是这样的 对吗 这儿 我求你了 这沾 我真的说我比你还懂 这个割厚头 这是割厚 这头应该是 这割厚头 这个长度不够 这头 您不会拿那个胶布直接沾孩子皮肤上吗 不能不能不能 那感染了 其实啊 这石球是我反对是这个 还是使唇棉的布 你别使像我们那点使 就被它 你可以买点豆包布 要软和洗洗 豆包 你还不那个环境污染 这都是 这都是 这是 化学的东西 不不不不 这是那个木浆 是吗 木浆 但是那天我看电视 这不环保 对地球上班 对 它都不化 你看姐姐是这样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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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撕开来 撕开 这 这 这太浪费 你要使那个豆包布 可以循环使用 我跟你说 一会儿孩子他使就在脸上 一点都没勒紧 来 素颜 素颜 对 正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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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送往家 哦 然后呢 然后呢 最重要的一步 嗯 哎 要把这个拉拆 来 把它抱起来 哎呀哎呀哎呀 先脱这个地方 先抱起来 你得先脱这个地方 哎 大姐你有过孩子吗 没有 我做过那个育婴节目 不过让我抱一下 你得脱他的这个 脑袋上 哎 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对 表面让他疼空了 好可爱啊 谢谢 让林生抱抱 来 林生抱抱 林生抱抱 哎呦 哎 哎 林生你抱 站起来 抱孩子不帅呢 他都快下来 先让你一会儿看见 马上下月就玩活一个 哈哈哈哈 他开启 他老公看班 特别热 他老公一宿没睡 给他扇扇的 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拍戏的时候 拍另外一个特艰苦的一个戏 穿西脚匪 嗯 他去看我的时候 一宿没睡 给他扇扇的 哈哈哈 一般的老爷们做不到 家良哥嘛 不一样 不一样 对 你应该向家良哥学习哦 家良哥来探班的时候 我都紧张了 为什么 我尴尬啊 哈哈哈 他们俩也对 哎 演员也会这样吗 会会会尴尬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有一场戏 我不知道家良哥来了 那场戏是说着一般话 然后要接个吻 但不是那种深吻 是一个case 然后紧接着呢 就要拍了 导演特别坏 说这个 我说这个能 就是不再这样吻了吗 导演说这不行 这个还真得吻 我说那行 然后就开始拍 拍到那一幕的时候 然后导演在监视期内 就干这事 是 家良哥 开始跳 快出来看 什么情况 然后我瞬间就跳戏了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 能那么快的就是出戏的一次 噔的一下我就回头了 然后再回来跟他说 你老公来了 哈哈哈 家良哥来你怎么没说一声 哈哈哈 所以你有问题吗 他说没关系啊 我说是 我说我有关系 我从来不会把我的对手 或想成是另外一个人 或者是把他想成是什么 但是我也不会觉得是临身了啊 我就会觉得反正 在我拍戏那段时间 如果真正在跟他演戏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是喜欢戏里的那男孩 他在戏里面是叫苏丹嘛 我觉得我就是喜欢他 这也真挺强大的 要我就不行了 然后一拍完 哎 临身 过来 你说点事 就我能 就过来 你会跟他走啊 我不敢拍戏的 我肯定会爱上那个对手的 真的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好骗的人 你看我跟你搭戏就十二年 我不换人的 你没爱上过我啊 我 因为我们的关系是主持 如果咱俩演戏 肯定咱俩就两口子了 对啊 所以他要演戏 给他搭的那个人 一定要好丑好丑的 哈哈哈 很好吃 你演过本戏吗 哎呦我这辈子敢不上 我都不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就我从来没敢上过这儿的戏 是不是 不我跟你说 我看过报道 连敬老院里都有 张老师 黄昏恋什么的我都不反对 嗯 但是接闻的事儿咱有在上去啊 对对 不是我问 假牙勾出来怎么办 假牙 哈哈哈 你真真是 不是俩人把假牙全喷出去了 哈哈哈 哎 张老师你真的就没演过 真真没有 哎 所以其实张老师 张老师是有遗憾的 下一部戏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 因为张老师多开放一个人 我觉得张老师是可以演这样的戏的 对不对 哈哈哈 哎我想请为两位爆料一下 这个你们跟张老师一起拍戏 张老师记台词的功力怎么样 苏妍 很棒 从来没有因为张老师的台词耽误我进度 这个是别夸我夸我 夸我 沙发好的 这真的真的 多吗 多呀 他自己有一个手抄剧本 嗯 手抄本 手抄本 对 就张老师自己会把自己的台词 在前一天晚上全部手写一遍 理出来 整理成自己的一个册子 然后这样的话 他自己可能 我觉得是加深了一遍印象 对 就完全就是全都熟了 别那么夸我 夸我就晕了 真的真的 真是 您身呢 您有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能改通告 还有这个对手不按词说 比如说 但是现在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你懂意思吗 我不懂 今天有导演说 你看我们加一场戏 因为这个场景可以再拍一组戏 再加戏的话 张老师就崩溃了 因为这个表情没吵 是吗 不不不 也不崩溃 不崩溃 不崩溃 也会 赶快给我十分钟 我 再吵一点 对 那你很快 是啊 我已经觉得很不容易了 所以虽然有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 等我一会 不等姐姐先说这话 我们都先跟制片主任说 这个今天这个真的加不了 我弟已经照顾我的 我弟 听说 张老师如果说错台词以后 对自己下手不肯 我们有天花为神 是吗 真的 严格要求自己 严格要求自己 怎么怎么什么都有啊 今天 来来一起来看一下 你们啊 都甭瞎了 一 再来 三 二 一 开始 哎呦 你们啊 都甭瞎了 今天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 我跟张东梅咽血 就是让他理直气壮的赤小佑 然后把房子分了 这事不能再拖了 再拖 就把妈拖死了 咱们都把新歌都做了 踏之之过日子 就是 你看我一看那个化妆没干上进去 脸红成那儿子 我没大听过来自热带一样 我跟你说 张老师 我怎么那么红啊 红是因为你自己啪了一下 能不红 下手多狠呢 你说 今天呢 我们是请到我的左手右手的这个几位主演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请到我们戏中的一位幕后的人物 那就是这部戏的导演 我们掌声又请导演出场 欢迎刘一世导演 欢迎刘导 哇 这么年轻啊 先抱你们自己的人 先抱你们自己的人 欢迎 跟两位主持人拥抱一下 来来来 拥抱拥抱拥抱 我觉得喜欢抱帅哥 来来来 他也喜欢抱帅哥 好 你说有帅哥 天天看着帅哥能不太好 我相信刘导刚刚在后台都有听我们的聊天 对吧 我一直刚才听林神医说我坏话我想上来了 这个说加连哥的事 哦 这个就是他 当时就是您干的事 对对对对 他们俩接触是最多的 因为他的戏是最多的 为什么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他突然有一天可能看到了一个 这飞车飞得很牛的一个男孩 然后这个车在空中飞过去的时候 亲了这个女孩一抱 他跟导演说 我想让林神到结尾的时候得这样亲我一下 导演说可以啊 然后他们就要把这个事就 我是严讨开玩笑的 真的 没有开玩笑 就继承试试 不不不 我觉得是苏妍恨你 反正最后一场戏嘛 飞光拉倒 因为他不用叫薇雅嘛 其实苏导演挺有意思的 有的时候你不再采前演 但是那个满足感 其实在这看的时候也是有的 他们那现场就像我们一样 也很扯 也很欢乐 对不对 其实玩笑特别多 而且张妈把这个整起的那个剧组 气氛调的特别好 老太太是我们的一个楷模 无论从生活当中还是拍戏 从做人到拍戏 给我们是一个领头羊 把这个剧组带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创作氛围 因为现在大牌特别多 每个剧组都有一些少大牌的 但在我们这个剧组从来你看不到 对 可能大家都跟一家人一样 然后呢 我们会想 我拍完戏以后 我会很 一直在很想念他们 我特别期待 就这期放的那天 然后有一天我们可能 一起喝一个清空酒 然后再期待下一个好的剧本 我们能够再合作 还特别亲爱 那我想刘导 在您的心目中 您的左手和右手分别是什么 我家庭和亲人排第一位 左手 对 这个亲人包括自己的孩子 爱人 妈妈 然后右手可能是我的事业 你是左手是事业 右手精神 没有 先换一下 右手是我的未来 超级访问近期嘉宾 龚琳娜携手外籍老公老罗前来做客 新作《法海你不懂爱》 金箍棒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她又怎么看待自己的歌曲 屡遭吐槽质疑 宋谷 看她干她 把她做了 搅擺搅擺 搅擺搅擺 春节期间 固上西台春晚 凤凰传奇组合 被网友戏称为神连门神 我想只一样爱你和他 只为和你守候那朝白的光 朱宇辰携新作《冷风暴》做客节目 讲述和母亲之间的生活趣事 我很多那种背心啊 直接就给我洗成连衣裙 一穿弄到这你知道吗 就我一穿嘛 自己一照相就觉得特别不爱意 更多精彩 近在近期超级访问 今天我非常高兴大家来到这里 让我们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来 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苏妍 好不好 来 给小宝贝买了一个 超级访问牌的婴儿服装 谢谢 反面 来 反面反面 因为苏妍喜欢粉红色 来来来 向老师 向老师 好 那经常有观众问我们 说怎么才能去现场 能够跟我们这么近的距离 来看我们的节目吗 因为很多人是外地的观众 对对对对 所以我要报名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方法 就是您的愿望呢 就可以实现 通过我们最简单的报名方法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路上 就这样了 对 大家可以登陆 乐风网的方向标 我要去看节目 我要去现场 你就有机会被我们抽中啊 我们会通知你 那么你就可以到现场 来跟我们的明星 零距离的接触 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大家 让我们来说一声 超级访问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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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